妈 我爸他这么跑出医院 都是因为我 来 就这儿 你爸 他那点心思 他能瞒过我吗 我都跟他生活了半辈子了 我以前太不懂事了 都没怎么好好 跟他说过话 悠悠啊 以后时间还藏着呢 你不要太责怪自己 其实你做设计这一行 追求你的梦想是对的 你爸他呢 并不是说反对你做这一行 只是他觉得 你在这个圈子里呀 万一受委屈 他保护不了你 其实你的坚持 你对设计的这个用心 妈妈都看在眼里 妈妈为你骄傲 好女儿可好了 等你爸好了 你就好好地笑识他啊 小璐 有你这么细心在小悠身边 我真是庆幸啊 没有了 该庆幸的是我 叔叔 我的家庭 你知道 只从遇到小悠 阿姨 还有叔叔之前 都不知道父亲原来可以这个样子 天下的父母 多数都是这样的 小璐 你虽然在外一直很光鲜 但看得出 你从小就很不容易 如果时间还够 我还想多跟你相处相处 但眼儿俩还挺聊得来的 时间当然够啊 我还想要 常常吃到你做的菜 等做完手术 我一定才给你做 嗯 小璐 小悠这孩子 从小就跌跌撞撞的 以前 有我和他妈护着 可是以后 如果万一 我是说万一啊 不会有万一啦 叔叔 不要胡思乱想 万一那天我不在了 我相信 你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 他就交给你了 他就交给你了 我知道了 叔叔 你也好亲爱的 你也好亲爱的 也有